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週二公布將會在3月內進行3次全民檢測 每次估計需時7日 她強調是需檢必檢 具有法律效力 如果不做會有懲罰機制 全港各區會設立幾百個檢測中心 市民要用身份證預約登記 按出生年份編配 可攜同兩名小童或長者 完成後可獲法快速抗原測試包 和高強護KN95口罩 三次強檢期間 市民需要每天在家進行快速測試 我們相信採樣和檢測量 可以提升到每天不少於 當然我們還在計算 不少於一百萬次 如果真的只有一百萬次 做七百多萬人就要七日 但我相信最終不止一百萬次 我們還在積極計算 林鄭月娥表示 如果本地檢測量不足 或者會將部分樣本送回內地 當中不涉及私隱 但承認會有法律問題需要解決 每一次內地人來 如果是做一些專業的事 是有一個香港的專業的要求 有法律的要求 但不要緊 我們都會處理這些法律的掣肘 我們是可以用緊急法 或者其他方法 來令到這種中央支援我們 內地的人員 是馬不停蹄地來幫香港做事 不應該再受到這些法律上 那些人為的掣肘 最重要是做整件事 是幫助香港可以盡快走出疫情 我相信你們看過那麼多戰爭片 去到打仗的時候 沒理由再講程序 隔離設施方面 3月將會增加1萬6千個單位 包括酒店和啟德郵輪碼頭 逐個灣第二期和啟德郵輪碼頭隔離的土地 會分階段興建大約1萬個單位 政府任務只有5幅土地 可以提供大約2萬個單位 政府亦公布現在所有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今晚試堂食和處所停業令 延至4月20日 又正研究收緊午試堂食同台人數 學校安排方面 宣布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 提早至3、4月放暑假 今個學年最後一日上課日是8月12日 以騰空校園做檢測、隔離和接種疫苗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最後一陣子 英九代交友 相習人數 任伽